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尊敬的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善女人传》 大家如果有课本的话 翻开第十四 我这是凭印象讲 每次都记不住 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了 应该是上次讲到第十四篇 我就按照这个讲吧 如果有重复的话 大家就再重复听一遍 第十四个呢 讲的是明朝的《无事女》 我们来先读一下这个经文 无事女 太昌人 生时 跌坐而下 稍长 置心佛秤 事倾孝 不愿有家 人或劝之 折指天为事 那么我们先念这一段 它一共是五段 首先我们学《善女人传》 那么就要学到 它善在哪一方面 我们所有的经典打开 尤其是《无量寿经》 一翻开 包括每天晚上晚刻 跟僧团念的《阿弥陀经》 一念 那么佛就会讲 善男子 善女人 对吧 所以佛的这个经呢 是对这个善男子 善女人来开讲的 不善的男子 不善的女人 是没有办法 接受佛的教导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成为 如来的真实弟子 让自己从不善转善 让自己的心跟佛心 越来越贴近呢 我们自己要明白 那么这个善 要从人道开始做起 不能够啊 不修小成直奔大成 在这一点上呢 就是修学就没有次第了 我们来看一下 敬宗第十三位祖师 印光大师 他有这样的开示 他说 学佛一事 须克尽人道 方可去向 若于孝 涕 忠 信 礼意 廉耻等事 一步实践 虽终日奉佛 佛起 诱乎之哉 就是我们学佛 要先从人道开始 才能够慢慢地 跟佛越来越近 如果对做人的这些 孝提 忠信 礼仪 廉耻 都根本没有去从事 去做的话 你哪怕终日是在 好像是我们这样 在义工啊 坐义工 天天都在寺院里 跟僧团在一起 佛都不会保佑你的 这个事情无从谈起 那么一撇一纳 何为人呢 人在天地之间 能成为人 首先就像这个 无视女一样 她能够示亲孝 侍奉自己的双亲 能真正地进到孝道 这就是人道 孝道从哪两方面做呢 第一是顺 第二是静 没有顺静的心 是不可能有孝道的 都是自己的 忘心杂念 说的难听点呢 都是忤逆 说的好听一点呢 就是自己的主见个性 都很强 那么在孝道之上呢 我们自己要明白 怎么能够入孝道的门 在今天这个社会 真正能够谈孝心 这两个字 很难 很不容易 他没有孝心 你讲尊师重道 这是假的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 修学反省 从哪里反省呢 反省自己 是不是真的 平时能孝顺父母 能尊重父母 能感念父母 生我 养我的恩德 我这一生 拿什么去回报父母 如果不懂的话 我们看看孝经 看看论语 看看祖师大德 是什么教的 那么自己这个心呢 发不出来 要痛自悔辙 否则的话呢 这条路啊 自己就是死路一条 走不下去的 那么在我们所有的 女德课的教学当中 她都有提到 这个孝道 女四书里 单独有一部经 叫女孝经 大家有没有学过 女孝经啊 学过的同学举手 我看看 一个没有 全五 女四书学过 女论语的举手 定红师傅有讲过 女犯节路的 女戒 我讲过 还好 女戒还给一点面子 还有这个学的 这个女孝经呢 是仿照孝经 来做的 那么 在古代呢 我们都知道 大学中庸 论语 孟子 是儒家的四书 在男孩子 很小的时候 五岁 基本上就开始 学这个四书了 所谓四书五经 是必学的科目 那么 女孩子呢 也是非常 重视她的德行教育 是女四书 女戒呢 她成书比较早 是在汉朝 两千九百多年前 是女德教育的 第一本教材 那之后呢 就是内训 女论语 那么 女四书的整个的编辑呢 是清朝王相 康熙年间 她编辑出来的 那么我们作为女性呢 要好好学习 把自己的心呢 能够真正的打开 让她变得更加清净 更加广大 更加光明 更加圆满 这样的话呢 自己才能接受 佛法的教导 否则的话 是没有办法 接受的 那么 接下来看 她呢 不愿有家 就是自己 不愿意出嫁 有人劝她结婚呢 她就对天发誓 说绝对 不成亲 我们讲 这真的是 善根 无比的深厚了 我们看后面的经文 就知道 她为什么 这一世 有这么深厚的善根 这是她前世修的 所以说 我们每一世的修行 都不白修 生生世世 都在激战 这一世修的因 下一世就有果 那么这一世 我们的果报呢 也是前世 修来的因 我们有缘 大家聚到一起 听课 学习 跟随僧团 说我们跟僧团 也有缘 跟这寺院 也有缘 当然跟我也有缘 我们就能聚到一起 但是缘分的深浅 不一样 而缘呢 它有法缘 有情缘 有世缘 有初世间的缘 每个人也不一样 世间的缘 它可能前世 是你的儿女姐妹 那这一世呢 有缘聚到一起 缘了了就走了 都执着在这种感情上 人世间的这种情职 放不下 仗自己的道 那法缘呢 就不一样 它是为求法来的 法缘呢 也有深有浅 深的呢 它就跟你久 学的就深入 听的就发喜 浅的呢 它就两天半 它就听不下去 听厌烦了 就会走掉 我们要自己知道 这个道理 那么要明白 我们要深入的 长期的 去修 比较深刻的法缘 那么再来是 相聚的时候呢 跟善知识 在一起的时间就久 越久呢 自己得到 熏修的力量就越强 善根的种子呢 就容易成熟 所以我们自己要 会修 下一段经文说 出从昆地 息诸字意 即耳诵佛经 息通晓大意 朝夕礼拜 甚前 而梦神 受以梵书准提咒 有病历者 以梵字 致之 利欲 就是啊 它最初 向它的兄弟啊 它的兄长 学这个 字词的意义 那后来 在读佛经的时候呢 它就自然而然 通晓佛经的大意 后来每天早晚礼拜 拜佛都非常的虔诚 很快呢 它就梦见有神灵啊 教它梵文的准提咒 它用这个准提咒 替人治病啊 病人很快就痊愈了 那么这都是自己的诚心所感 学佛没别的啊 就是要至诚感通 没有这个至诚心 就没有办法感得诸佛菩萨的加持 没有办法感得隆天护法的互用 也没有办法感得三宝和祖先 对自己的这种加持 没有这种加持力量 在这个五族恶势力 外面的境况是这样 自己内心的烦恼 有这样的制胜 我今天摘操了 因为我今天在读佛量寿经的时候 特别有感慨 摘操那几集经文 大家有看没看到 我发到修学汇报里 心中闭塞 亦不开解 大命 将至 大命将中 悔惧交致 他心中就是关闭的 就是塞住了 确实他不懂 什么原因呢 前面有讲 自己不明白 这种情意 不懂得尊崇这种人伦孝道 佛其实开示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如果我们每一句经文都通达明了 自己依教修行的话 决定决定决定会 你的境界会提升得很快的 你不会说业障现前了 自己不知道 不会说怎么听 听不明白 不会说做事的时候 自己都是迷迷糊糊 浑浑顿顿的 不存在这些情况 业障消 一定智慧现 业消而智朗 你业障没消 他智慧就是不现 不仅不消 还与日俱争 自己不恐惧吗 大命将中的时候 你后悔是来不及的 你恐惧是没有用的 无常大鬼到那一天 那你只能是随顺山途而去 业力牵引就是这样的呀 那么读经呢 我们书上人反复强调 一定要明了这个古文的含义 所以文字学特别重要 年轻的我们这些义工 最小的是14岁 17岁 25 22都有 我就劝你们发心 每天 书文解字里的字 哪怕能学五个 能写五个都可以 每天抄经 哪怕你能抄一页 我们抄无量寿经 抄一页经 都可以 恭恭敬敬 认认真真的去 他要那个抄经本 去抄 都能消自己的业障 修自己的定力 为什么不做呢 做什么事情都对付 你说对付我有什么用啊 我其实不是真正老师 咱们这里也没有正式的什么班 我也不会说检查你们作业 给你们打分 给你们发证书 都没有的 我们就一个证书 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给你盖了 允许的印 现在只要拿到这个证书就行 你拿不到 就说明我们的所有的修行 是有状况的 那么如果文字学了解了 对于读佛经来讲 是没有障碍的 因为我们的佛经都不难 大家打开佛经 基本上它都是白话 很白话的古文 都能够通 如果自己确实不通 不明白的话 怎么办呢 去礼佛 拜佛 你看我们观音殿也可以 地藏殿也可以 在念佛罗二楼也可以 修行的场所很多 不要说我的工作很忙 工作看怎么干 如果把这个条理呢 给它整理好了 工作就不会那么忙乱 也不要怪自己的主长 就它成天支持我东来西跑 我们听这个 刚才师傅蒋经又说了 都是自己的业力感召的 都是自己心变现的 所以刚才在路上 我都开玩笑 我说我现在都不用照镜子 满脸都是脏的 看到的全是一脸的污垢 回去洗自己的心呗 精进修行 现在吉下安居之后 给自己在三万佛号基础上 每天一部无量寿经 一部饭网经 菩萨戒 我读得快 我是无量寿经 三十五分钟 饭网经 菩萨戒大概二十五分钟 就一个小时我就读完了 但是我们 听师傅课要一个半小时 我自己讲课呢 如果讲课一个半小时 我备课至少要拿出 三到五个小时备课 三万成佛号 最快最快要五个小时 还要开早例会 最少一个小时 晚课最少两个小时 吃饭 早饭粽饭还要吃 最少最少要两个小时 所以我算了一下 二十四个小时 其实没剩几个小时了 那大家要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到这种精进修行上去 虽然我们没有出家 不是出家人 但是我们在家 一样能做佛 这是阿弥陀佛特别开许的 最原顿 最直接 最方便 最纠近 最慈悲的 接应我们这些 恶业深重的 凡夫的法门 我们应该生起那种 大庆幸心 我们不必舍家弃欲 我们自己也可以 这一生做佛 那为什么不做呢 自己要有这个心 我要发勇猛心 决定心 坚定心 我为了做佛 我就一定要一步一步的 把每一项功课都做好 不能对付自己 那么所以通过拜佛 他自然也能通晓 佛经的大义 这都是佛力的加持和感应 那么他成于梦中得通宿命 自言成为宋高僧 此来专为父母 年二十三当成道果 他在梦中呢 曾经得到了宿命通 就是见到了他的前生 那么他的前生呢 是宋朝的一位高僧 他这次投胎到人间 是专门为报父母恩来的 报父母的恩德 所以说呢 他说他会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会得到 也就是会拿到功夫成片 我们很多同学 其实也有这种感应 在梦中都见过自己的前世 我也有见过 不是说得到通了 就是有一次我跟这个 我们一个同修去 同学去这个扬州 在扬州我就梦见了 我前一世 就是在扬州 然后特别清楚 也是在寿西湖的边上 穿着什么衣服 在那里走路 在做什么 梦中都会见到 因为有的时候心静下来 你就能阿赖爷师里这些种子 就像催眠一样 就能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 都没得处理 很可惜 那这也是要抓住机会 重真四年 年二十三以 闭关仪式 专修净土 众东之末 是危急 坐骑慈室 免钦 兼修物谢 日方五 所欲戒指配之 又泪而逝 将恋 红光溢于面 母位理发 异乡从顶中出 达于户外 惊息不散 在明朝 崇祯年间 崇祯第四年 这一年呢 他就二十三岁了 那么他就在一间屋子内 开始闭关 专门念佛 求生净土 在阴历十一月的月底 他就得了一点 小病 那么他就做了 寄予准备 做了个祭子 准备辞世 辞开这个世间 那么勉励 他的父母亲 一定要坚定地念佛 修行 求生净土 千万不要懈怠 到这一天中午的时候 他要了一个 跟他父母要了一个玉戒指 戴上之后 就向右侧卧 我们知道 这个右卧 就是吉祥卧 像佛那样 就安然往生了 那么再给他 入到棺材里的时候呢 他脸上都是 放着红光 母亲为他理发呀 有这个 就梳头发的时候 有非常奇特的香味 从头顶流出来 一直流到门外 整碗香味都不散 那么往生呢 是非常殊胜的 这是他前世 已经是很有修行了 也难保 他可能就是 再来的菩萨 专门来度父母的 所以呢 我们自己好好修 亲人呢 都能得度 自己不修 不仅父母亲 不能得度 那众生呢 当然也不会得到利益 我们讲 一人得到 九祖升天 什么是道啊 儒家讲 学问之道 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把心要放下 放下之后 你就明白了 怎么样去做 你的心总是患德患失 思前想后 忧虑重重 被所有的情职所残扰 被自己的种种的 顾虑障碍所残扰 永远他放不下 这个放的过程 一开始是很痛苦的 但是当你真正的 坚定的放下之后 为了求法 不惜生命 为了众生 不惜生命 为了自己的宏愿 不惜生命 拿着地藏王菩萨 这种精神 鼓励自己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要这种精神 破釜沉舟的精神 去做事 你就能成功 我们作为做事 总是瞻前顾后 想前想后 那你做事 没有成功的 我们来的 很多义工都是 来捐四 先看看 要不七天吧 要不一个月 半个月 好 好再留下 不好 掉头就跑 我的后路长着呢 我这回家的路很多 如果没有后路 就这一条路 你就能够成功了 我们在录著绝音寺之前 我身边的同学 做了个梦 很清醒 是中午 梦记我们老法师 在绝音寺门口 放了一个大法船 很大 老人家就说 让定婚师傅 带着僧团 领着我们上法船吧 我们回极乐世界 船在那摆着 票都给到你手里 你自己把票撕了 不肯上 谁还能拉你啊 船再大 那你不上也没有用啊 我们众生的业力很大 但是如果有 阿弥陀佛这个法船 就像一个大石头 它再沉 它如果放在船上 它就可以安然过河了 对吧 你就一个小石头 它再轻 你没有放在船上 你扔到水里 它也会石沉大海的呀 我们为什么不乘着 这种僧团的威德力 沉着这种 大愿力 去修行呢 你在这里 就能受到这种感染 感召 你不在这里回家 一定是五一六成迷惑的 家庭眷属的眷恋 自己的种种的情职 己见 它怎么可能放得下呢 但是想在这里 真正能上这个船 真正能去极乐世界呢 你真的身心 都要经历种种考验 身要经历这种环境的 我们都看到了 种种考验 心也是一样的 同修啊 同学啊 甚至所谓的老师啊 都会给你考验 考验不在外面 在自己心里 你要想提升 一定要考验 不想提升 就没有考验 那个蝉蛹 在破茧而出 化蛹为蝶的时候 它是自己剪开的 没有人替它剪开 你剪不开 你就作茧自负 就死去了 你剪开 你就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 就出来了 那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要做什么呢 所以自己要明白 有考验是好事 这种考验 只能让自己的心 更坚定 更勇猛 勇猛地改过 勇猛地修行 勇猛地 坚定 不移地 把这件事情 做圆满 因为有了这种 坚定的信心 所以敢得 佛菩萨的加持 你说我们的舍利子 哪来呢 这个国土是微脆的 众生一般火化 都是一把灰呀 怎么大德就能化出 那么多舍利子呢 红衣大师火化之后 那上万个舍利子 舍利子是很硬的 对吧 有佛舍利 有这个舍头的舍利 有这个身子 骨头的舍利 各种舍利 那么坚硬 是他坚固的 如金刚一般的 信心和怨心 视线给我们看的 所以大家呢 要明白 那这个异香呢 也是一种祥瑞 我们很多同学 经历过送往生的 都知道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 都会有这种种种的 祥瑞视线 或者异香 或者看到天上的这种 船帆宝盖 诸佛菩萨来迎接 乃至于宝台宝街呀 有那些 他们说有人看到那种台阶 在天上视线 接引 都是自己的诚心所感 每个人见的境界都不一样 个人见 个人的 我们 念佛楼一楼那边 原先有一尊 大概两米高的 木头做的 弥勒佛 他有一些呢 堆在这个一楼 是没有任何味道呢 那那天呢 我们这个在整理 念佛楼一楼的 经堂 因为 我上个月有出去十多天 回来第一件事呢 我就惦记 把这个念佛楼一楼 整理出来 因为那里放了很多法宝 我着急呢 把法宝清理出来 我们对法不恭敬 对法宝不恭敬 感得的果报就是愚痴 生生世世愚痴 只要是在我的眼睛内 看到的境界 都是我的心变现的 不能说 我家里我的法宝很恭敬 那谁知道他这里 他这么乱 是他的事情 只要我看到了 就是我的事情 比如说 我走在马路上 看到掉一个纸片 掉个垃圾 捡起来 随手弄到垃圾桶 都是这样的 我记得 我家二宝小的时候 我送他三岁 送他上幼儿园 两岁半在大连 他的幼儿园很难上 不给名额的 那么 幼儿园校长 找我那天谈话呢 我要上三楼 跟校长谈话 走过他那个 长长的走廊 他在这个 走廊的窗户 与窗户之间 都挂着那个国画 那其中一幅国画 就歪了 我就停下来 把他给他放正了 校长在前面 助理在我 他那校长 助理在我旁边 校长回头 瞅了我一眼 进房间 我没填表 也没面试 直接给我一个 录取通知书 说你的孩子 我收了 我说你这 没面试啊 他说你刚才 那个端国画的 那一个动作 我就决定 收你的孩子 因为有你这样的 母亲 我就会收你的孩子 所以二宝路那个学校 就很顺利 其实这都是习惯性的 没有任何人教 可能就是 就看到那东西 不规整 我就会自动给他 弄规整 我没有想到 这跟我没有关系 这幼儿园的事情 没有这么想过 我来到决因寺 也是如此 我所能看到的 就是我需要做的 所以那天呢 我就很心痛 因为我看到很多 因为这里之前 可能没有义工啊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 去整理 很多法宝堆在那里啊 都有这个 长霉啊 长虫啊 金像就那样堆在那里 我就一个一个地 抽出来洗啊 整 一转身看到堆在那个 后面 紧后面这尊高高的 佛像啊 就是弥勒佛佛像 两米高 它是不知道一个 什么木头做的 我就 我也搬不动很沉 我就赶紧叫几个男义工 我说你帮我搬到二楼 我们二楼是义工共修 从一楼搬到二楼 搬到二楼之后呢 我就叫身边的小义工 我说你找一个干净的布 没有用过的 找一个干净的盆 呈清水 然后呢 把盆清水 放在这个佛像下 然后你找一个凳子 从上到下的插 它那个缝里呢 你插不进去的话 你拿那个干净的牙刷 刷 给它刷出来 然后我说你边刷 边插的时候 我心里念佛 一定要就念阿弥陀佛 然后那个小菩萨 十四岁 很小 他就 好的老师 没问题 他就插 插了不到十分钟 中间因为我出去 奇香飘过来 异香 我说哪来的香呢 我就自己到处找 一看 就是那尊佛像的 哎呀 我就特别开心 我说对不起啊 佛菩萨 我说真的怪我们以前没有好好清理 然后我说你要认真插 从头到尾插好 第二天插好了 我就在那尊佛像前面顶礼三拜 我说你老人家慈悲啊 护持来的一宫啊 都像您这样的 笑珠颜开的 那个脸上没笑容的 您最好都给我挡在外面 别进来 天天路过都有一股奇香 原先在念佛罗一楼 真的什么香味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种 你说什么叫感应 你心里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你有一分真诚和恭敬 佛菩萨就给还你一分真诚和恭敬 所以我们在往生的时候呢 那个品位是怎么定的呢 就是我们平时的功夫 是修到了十分 阿弥陀佛来接你的时候 他就给你加十分 所以实际是二十分 所以我们不要怕功夫没成片 你功夫 比如功夫成片是六十分 我打个比方 咱三十分 阿弥陀佛就给你加三十分 你刚好就六十分了 为什么很多人 你感觉平时好像没什么羞耻 反而能往生了 他是有羞耻的 他决定是在人道上 修得很好 你看那个中管大 他没有听佛经 没有诵经 没有拜佛 但是师父讲经有提到 他是一个面包店的老板 很忠厚 很老实 为人很厚道 所以往生的时候 一跟他说要念佛 不要再吃药了 他就信了 三天就去做佛去了 而且很殊胜的呀 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个加持的功夫 那我们要是一点都没有 没有这种真诚恭敬心 你怎么能感到佛菩萨的加持呢 感不到的 你不要说我见到天上下了一个阿弥陀佛 我就恭敬了 我平时见到的这些 他都不是 那我都可以随随便便 不可以有一点随便 对法尤其不能随便 让自己得愚痴的果报 真的 我不是无缘无故 批评我们摄影主 摄影主承担的使命是重大的 所以担负的责任是别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如果有这种责任心 有这种使命感的话 你会全力以赴的去做 哪敢有丝毫的懈怠呀 有障碍 障碍 哪怕是众生的 我愿意精进修行 带众生受 我不会在这里放一懈怠呢 所以大家呢 要明白 有这种心的话 你都会全力以赴的 什么工作都能做好 跟你做没做过没关系的 因为在这里的所有的工作 每一个人 每一项工作 都有佛菩萨加持 佛菩萨能加持到你们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尊佛菩萨都能加持 不是一尊佛 十方三世 一切佛菩萨都可以加持 我真的没有妄语 只看你的心有没有这种感应 如果我的心如虚空般广大 不仅自己要做佛 要成就一切众生做佛 为了持戒念佛这个僧团 我不惜付出一切努力 我眼中的僧团 不是僧团里 我现在看到的十个人 二十个人 而是所有在持戒念佛的僧宝 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持戒念佛僧团 那么当你有这个心的话 佛菩萨没有理由不加持 没有理由不互念 我们念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赞叹 他怎么会不加持呢 那不加持 阿弥陀佛的愿力就不成立 他的十方诸佛赞叹愿 就没有实现 他老人家就不应该在极乐世界做佛 他已经成佛了 已经做佛了 四十八大愿远远都已经成就了 我们念他 他怎么能没有感应呢 念他 他有感应 十方诸佛一定有感应的 佛佛道同 佛佛都是一个心 不是两个心 每一尊佛都是一个心的 所以大家有这种信念 那么居四年涂壁 古银如玉 顶坐黄金色 为其塔以奉之 四年之后呢 家人为他举行火葬 烧出来的骨头啊 晶莹如玉一样 像这个白玉啊 那头顶骨呢 则是黄金色 家人就为他盖了一座塔 来纪念 供奉他的 这个舍利 所以 我们看到这么殊胜的往生案例 自己要 以为榜样 像年轻女孩子 没有结婚的 我都劝他 用清静的处女身来修行 很殊胜 如果自己还有这种 人间的这种男女的 爱恋之欲啊 自己要 及早的隔除 不隔除的话 将来都是修行的障碍 可以常念观世音菩萨 长期请观音大使加持 断自己的爱遇 那么下一个公案呢 是非常殊胜的公案 也是明朝的 偶艺大使当年是极为赞叹的 这个是鲁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鲁氏名智福 晖州成继清 七也 晚千湖州 既清奉佛圣前 利盈福业 鲁氏节资为助 常灾 日克佛名二三万 约己会下 未常利人 这个鲁氏呢 他的名字叫智福 智呢是智慧 福是福德 所谓 我们讲佛为二族尊呢 要福慧 双修 他这名字呢 也是很好 他是安徽的 成继清的妻子 晚年呢 迁到湖州 他的先生呢 奉侍佛法呀 学佛很虔诚 尽己全力 去修一切 福业 修福了 所以 他呢也很有福报 他也尽力呢 出钱 帮助 先生来 赔福 平时呢 都是吃长素 每天 功课 是日念佛号 两三万 或者两万 或者三万 那么 对自己呢 非常的 节约 对下人呢 非常的 仁爱 从来不骂下人 家里是个大家庭 这是简单的 讲他的 平时的修行 所以我们看到 自己的 生生世世 跟众生这个缘 那么这一世呢 看看自己的家庭 自己最近的 一报环境 就知道了 很多 在修行的时候 都遇到 先生的障碍 先生或者是 不学佛 或者是障碍 自己学佛 自己要非常非常的 生 惭愧心 忏悔心 为什么呢 是自己的 业力感召呢 不要抱怨 抱怨没有用的 那 这一生 要好好的 羞耻女德 把这个缘呢 转过来 一定可以转的 没有不能转的 靠什么呢 靠 依靠自己的福德 二靠自己的智慧 没有福德 光靠智慧 也不行 他不听你的 有福德 没智慧 他也不听你的 二者呢 要俱全 那么像 他跟他先生的 这样的 法源 眷属 就非常的殊胜 先生修福 他呢 也配合先生 自己呢 做功课 修得很好 互相之间呢 都不为情侄所缠 我也遇到 我们年轻人 他的缘都很好 先生也是学佛 不障碍 但是两个人呢 还是属于世间的 恩爱眷属 离不开世间的 五欲六成的 享受和牵绊 所以是 这一生 结束了之后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双双 入火坑 恩爱之后 都是因为情侄 情侄越深的 堕落越重 没有办法去处理 在崇祝五年的时候 德威吉 请古德法师 受五戒 自净土法药 遂 一亿西归 既清 为诵 华言经 至 入法界品 五十三门 为一一讲说 如是 西灵解 在 崇祝五年的时候 比这个上面 这个吴氏 晚一年 他就病危 生病了 于是呢 他就请这个法师 叫古德法师 给他传授 三规五戒 很像这个 我们 方东美老教授 大家知道 方东美老教授 是我们 师父上人的 老师 第一位 引入佛门的老师 他老人家一生呢 讲授佛经哲学 尤其是讲华言经 他也是在 晚年病危的时候 让人抬到 广清老和尚那 受得三规 五戒 回来没几天 就往生了 往生也很殊胜 那么他就向 这位法师呢 请问净土中的 法药 就是教理 怎么能往生 而且下定决心 一定要求生西方 他的先生呢 就给他讲这个 给他送华言经 同时呢 给他讲解 入法戒品 五十三门 就是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给他讲这个 那他一听呢 就全部都能领会 为什么呢 没有业障 家庭内外 自己的德 修到那里了 听经很了然 能听懂 一不昏沉 二不掉剧 心心念念 都能明白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呢 就很殊胜 我们要知道 学佛呢 离不开 善知识 善知识的重要性啊 超越我们的想象 我给大家念一段 也是今天我在背课的时候 看到 觉得非常好 忍不住呢 自己背课的时候 念一遍 也是想在 讲课的时候 也给大家念一遍 是八十华言的 入法戒品的第一段 耳时 善才童子 蒙善知识力 依善知识教 念善知识语 于善知识身心爱悦 爱要 做事念言 因善知识 令我见佛 因善知识 令我闻法 善知识者 是我师父 世道于我诸佛法固 善知识者 是我眼目 令我见佛如虚空固 善知识者 是我经济 令我得入 诸佛如来 莲花持固 多好的京剧 我也是很喜欢 很喜欢华言 但是跟我们书上一样 得放下华言 专修净土 这个我们 无量寿经是 中本华言 阿弥陀经是 小本华言 那华言经呢 是大本的无量寿经 就是这样 没有善知识 我们就没有眼目 我们就没有师父 我们就没有经济 经是什么呢 是桥梁 过河没有桥 过不去呢 一股急流 就把自己冲走了 即使在自己贫苦的时候 无医的时候 没有人帮助 善知识能帮助我 让我能够闻到法 让我能够见到佛 让我能够入极乐世界 莲花持 善知识我再说一遍 不在外而在内 你心里有善知识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你心里没有 它就没有 怎么才能有呢 你是弟子像 你依善知识故 像善才童子这样 蒙善知识的力量 依善知识的教诲 得到善知识的语言 自己发自内心的喜爱 欢喜 善知识骂我 我都开心 它就是我心目中的善知识 我完全依止它 如依止阿弥陀佛一样 这就是我的信 我的愿 我往生的资量 我们以前有讲过故事 那个古代的年轻小伙 想得到升天 那老财主骗他 说你到我家做苦力 三年我就教你 我教你怎么升天 老老实实做三年 三年不行又三年 做了九年 骗不过去了 就给他领到悬崖 让他跳下去自杀 给他弄死 占了九年他的便宜 但是他一心认为 他就是教他 能够升天的老师 给他顶礼三拜之后 走到悬崖那 毫不犹豫地就跳下去了 马上就升天 做佛 就飞走了 然后这个老财主 就懵了 说这歪打正着 这难道这个悬崖 真的是 那个升天台吗 回家自己把财产都卖了 就决定到这也升天 结果自己一跳下去 就掉下去摔死了 那包括师父前两天 有讲经 讲到那个佛牙舍利的故事吧 儿子拿个狗牙回来骗他 那他就变成蛇牙了 就发光了 是自己的心变现的 你心里有他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心里没他 里外都见不到善知识 阿弥陀佛现前你都看不到 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 一定要真正的去医治善知识 把自己心中的垃圾少干净 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听闻到法药 那么在参学善知识的过程中 要有四点的基本态度 大家可以学一学 第一点 求善知识 勿生脾屑 脾是疲劳 脾是懈怠 我们讲 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一千天就是三年 过三年看这人就不胜眼了 我们夫妻还有叫七年之痒 到七年之后 谁手谁都不胜眼 七年都开始有婚外恋 各早各的新鲜感 对善知识 如果三年就开始有疲倦 愁他 怎么愁 怎么不顺眼 说哪句话都觉得不对劲 说的话都愿意懈怠 对付 不爱做 自己要检讨自己的内心 我在一二年决定 跟随定红师傅 护制他来修学的时候 医指他做善知识 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尽其一生 不疲不厌不懈怠 有疲厌懈怠的时候 自己要检讨自己的内心 也要求佛力加持 不能够就认随自己的业力千转 就堕落下去了 不给自己堕落的机会 自己知道这是毛病喜庆 改 改不了求佛力加持 一定要改 否则的话呢 就是随意也流转了 第二个 对善知识的教诲 永远都没有知足的时候 不满足 如果学少为主 学一点点就觉得 哎呀我都学到了 就这么点吗 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女德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恭敬谦卑 还有啥 翻来覆去都讲这些 我都知道了 你就没有真正学到 对法永远都没有满足 有学无止境 我们不讲吗 苦海无涯苦作舟 对吧 不进则退 自己没有进 就是退了 要有这种心 去求法 第三呢 对善知识的教诲 要一一的 铭记在心 不能够左耳听 右耳冒 听耳不闻 视耳不见 这样子的话呢 说一说二说三 善知识就不说了 就直语了 否则的话呢 说了就白说 说了没有用 就不说了 第四呢 对善知识的善巧方便 必须恭敬体会 决定不能见他过失 我给大家说的这四点 没有一句是我发明的 是我从老法师的华言经 入法界品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的奖记当中 我在操的 我副奖 告诉大家 给大家 来学习 共参考 我自己也来学习 因为我也是在追随 善知识 来学习 那我不可以有脾屑 不可以有满足 师父教导的话 每一个字 我都要记住 记得清清楚楚 不可以有违背 不可以有 忤逆 不可以随随便便 那对善知识 种种的善巧方便 开导我们 一定要恭敬体会 不能见他的过失 所以说 我能看到 多彩多姿的僧团 和师父的形象 你们都看不到 让我看到 大乘佛法的活泼 能看到诸佛菩萨 那种无限的慈悲 包括师父上人 你们真的 我在去斯里兰卡 那年的时候 跟师父上人 我们比较近距离接触 在跟奖金台上 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一次 在香港也是 师父上人 晚上 离我们出去 买什么呢 买iPAC 最新款 然后我们出去之后呢 师父上人就 买完了 请我们来 喝咖啡 喝茶 喝巧克力茶 然后坐在那块 我们只有几个同学 师父上人 就举着他那个iPAC 特别 像小孩一样 很童着呢 说 为什么买 知道吗 都不知道 说你看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照片 存进去 有客人来呢 就放照片 我就省着说话了 我就可以休息 念佛 那见课的时候 你看 把这iPAC一放 大家可以看所有的 师父的这些法照了 师父上人的这些法照 我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还有很多了 我也是 我其实是性格很多样的 但是呢 你们只希望看到一样的陈静雨 就是古古板板的 像是女德老师的 所谓的那个样子 一丝不苟的 严严谨谨谨的 然后 那我就是按照这个样子 稍微有点变化 你们就觉得 这怎么能是陈静雨呢 所以大家要明白 真正的善知识的教化 它的善巧 它的方便 是没有止境的 善巧 随顺一界众生的根基 方便 随入一切 佛菩萨的 佛菩萨的大智慧海 来度化众生 奢取一界众生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也许过十年 过二十年 乃至于未来季 你能够意念起 但是当下有的时候 确实 我们没有这个福德能承受 所以呢 就很难能接受了 这四点很重要啊 那么 净土中的法药 能往生的关键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呢 大声说呀 怎么才能有心愿呢 你们都不知道 不想往生了 怎么才能发菩提心呢 怎么才能一心念佛呢 知道恩德了 就能一心吗 我们在这不是在学 持戒念佛吗 对吧 你能持诸境界 则得一心 得一心 则能为发菩提心之本 得发菩提心 乃入信愿海 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说的 也是我自己 从学习当中 总结出来的 你不持戒 你没有办法得一心 心肯定是杂乱的吗 散乱的 有很多杂染的 对吧 杂染的心 它怎么能够发出菩提呢 菩提是觉悟啊 觉悟心是真诚的 清静的 无染的 平等的呀 菩提心发不出来 何谈信愿呢 没有信愿 这是这个道理 所以根呢 还是在持戒上 所以你看 这个儒士 他要古德法师 给他去授五戒 五戒就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不妄欲 不饮酒 那不妄欲戒里呢 含有不奇语 不恶口 不两舌 这四种口业都有 那么我们平时呢 要奢助自己的口业了 我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很少有说 打妄语的时候 而且就像昨天 我们有个同学 他觉得我跟师傅和老师 在解释 解释的这个就是真相 没有妄语啊 而且我没有涉及到恶口啊 都是每一句都是在真实说呀 也没有两舌呀 怎么会犯口咽呢 大家看看 旗语的旗字是怎么写 是一个角丝旁 对吧 加个奇怪的旗 心里的念头啊 就像这个角丝这么多 旗语很多人解释为花言巧语 而对于我们真修行人来讲 就是你的辩解太多了 你的言语太多了 你想 为自己辩白的话太多了 不用讲 不用辩白 哪怕被冤枉了 都欢喜接受 都好 我们前一段有一个菩萨 跟我们出家师傅有点争执 我就打电话劝他 我说 在伦理的位上 我们忧婆侧忧婆仪是下位 前面五位 比丘 比丘尼 是茶摩纳 沙弥 沙弥尼 师傅 是我们的上位 我们下位对上位 是什么样的态度去相处呢 就是上位的人 哪怕说错了 做错了 对我们的批评指责都错了 我们都全然欢喜接受 这叫敦伦 这叫敬奋 我们能敦伦 能敬奋 就符合阿弥陀佛的教导了 就是在念佛 就是在持戒 我说你能做到吗 能做到 你就是我们的好样子 人非圣贤 孰能不过呀 没关系的 犯错了 没事 咱当时不知道 顶了 顶撞了 那你忏悔 老师也要忏悔 因为我没有教好你 特别好 这个男孩子 我们讲男儿有泪不清谈 他那天哭了 说老师我一定敢 当天晚上在僧团大众课上 对所有大众法师 顶礼忏悔 那我回头呢 我也在僧团护士里面 对所有大众法师 我发了一封公开忏悔信 我说是我做得不好 交不言 诗之舵 我没有教好 那我以后呢 我会认真地教 好好地待 绝对不对 僧团的任何一个师傅 有违逆和顶状 不管我们对与错 这是一个伦理 人不能够遵循伦理来行事 跟畜生无异 我给大家举一个佛经的公案 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遵守 这个口语 这个口语 佛陀注释的时候 有一天 有个老比丘 有个比丘法师 他到一家卖珍珠的珍珠店 去拖拖 拖拖都算次第拖了 我们在台湾 跟随定活树拖拖的时候 他就是 出来这个马路 只要看到 有人家门的地方 他就开始拖了 依次一个一个这样走 连走七家 七家是要有开门的 如果这家不开门 那就走第二家 第二家开门 就算是第一个 然后这样一次 那当时这个卖珍珠的师傅们 师傅正好在为国王 穿这个珍珠项链 看到这个比丘来起时 他就马上放下工作 到屋里去给比丘 去拿食物 可是珍珠没有放好 他就滚落到地上 恰好这个店家了 养了一个鹅呢 走进店里来 一低头就把这珍珠吃掉了 那么这个珍珠师呢 拿了食物出来供养比丘之后 发现珍珠不见了 肯定很名贵了 就认为是这个比丘偷去的 比丘呢 就怕说出实话 这个鹅呢 被杀 那么他就不承认 也不否认 他没有话讲 他不能说不是我做的 那是谁做的呢 他就得要问 他也不能说是他做的 那他不能打妄语 所以他就不说话 任由这个珍珠师傅啊 打骂残害 他就艰行忍辱 乐而受之 欢喜皆受 血流满地 那这个鹅呢 就跑过来舔 舔这个地上流的血 珍珠师傅就迁怒啊 就一脚呢 把这个鹅给踢死了 结果这比丘呢 不禁地悲伤痛苦地 开始哭 这个珍珠师傅就很奇怪 就问这比丘 说我打你 你都不哭 这个鹅死了 你哭什么呀 这个比丘呢 就告诉他事实原因 说 我是不忍心你杀这个鹅 是他吃的 所以我就不说 你就打我就好了 没想到他还是死了 那珍珠师傅听了 大为感动 即向比丘恭敬 顶礼祈求忏悔 所以我们知道 怎么样离构去境 备案去明 在一切事当中 遵从伦理的法则 在一切事当中 尊重自己的菩提心骨 菩提心里有没有大悲心 有没有这种慈悲心 我不是发脾气 不让舍 我是为了教育他们 让你们永远记住 众生的法身会名很重要 我站在这个位置 我不再其位 不谋其政 我既然站到这个位置 哪怕我沾一天的岗 做一天一工 我也把它做圆满 我自立立他都圆满 立他就是自立 自立就是为了立他 没有二都是一 讲课 我是讲给自己的 我背课的时候特欢喜 我诵经的时候 也特别欢喜 我今天读经的时候 读那戒本 我说天哪 这菩萨戒真是爱不释手 每一句都那么好 读无量寿经的时候也是 这无量寿经真好 自己很欢喜 不是为了功课而做 确实自己能得到 法喜和法义 如果为了对付和敷衍的话 自己要反省 怎么可以对付自己呢 不能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在佛式的时候 那么就有 比丘法师 给我们这样的视线 我们自己呢 就要老老实实的 恭恭敬敬的 真正的持戒念佛 深口意 都要不违背 世间法 也不违背佛法 世出世间 都让自己的心清静 在真正明道的人来讲 动静都无心 善恶都无念 本来忘心 他就没有体 他就是假的 不要把它着实了 我们造的业也是假的 你着实了 他就是了 不着实 本来他就是空的 我就把它放下 过去是已过去 当下 我就转自己的心 面对全新的明天 节下安居 今天第三天 明天第四天 我就要 改往从来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呗 过去犯了的 就放下 我从明天开始 我好好努力地做 就行了 不管外面的境界 什么样 我做好我自己 我不是为了 沉静于做的 我也不是为了 定红法师做的 我也不是为了 僧团做的 我为了自己 成佛去做的 我洗的是 自己这个心 教导的对 我就好好地 依教奉行 教导错了的话 自己好好念佛 就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嘛 就是这样的话 修行呢 就会进展得很快 那么 他的先生啊 就给他策立 寄清父策之约 百节千生 在此一举 努力直往 勿犹豫业 遂高声唱佛 业以济咒 如是半月 其母及女 来问世 西谢浅之约 莫乱人意 他丈夫呢 又给他鼓励 说呀 你现在啊 可是到了 百节千生 一来 最殊胜的时刻 你要去做佛了 所以你一定 不要犹豫 努力念佛 一直奔西方 我们能遇到 这样的 善知识的先生 那是自己的幸运了 没遇到的话 也不要紧 我们自己好好修 境界都会转 都会转的 这是决定的 我可以给大家 做保证 做证明 真的 不是说很多人觉得 好像 我一定在家陪孩子 孩子就学习好 对吧 大家都看到 我这几个月 根本就没有 两天在家待着的 然后我这个 大儿子呢 要准备托福考试 小托福 前天托福考试成绩出来 他申请美国三所学校 满分850 他的成绩是829 然后呢 他跟我讲 我说我真的感恩 佛菩萨加持 因为我不是为了 自己的吃喝玩乐 我来到这里的 没有享受的 我是放下自己的吃喝玩乐的 香港的条件比这好太多了 我自己家的条件 也比这里好太多了 我就舍弃这些条件 来到这里 大家能看到 这个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 我是最好干净的人 来到这里 每天尘土飞扬 前一段这个 有一天给大家讲课 外面都是黄泥汤 对吧 我在拎着裤子 车还开不进来 跨过重重 这个黄泥水 我们走进来 跟大家一起学习 有没有怨恼 一点没有 既来之 则安之 来了 就欢欢喜喜地做 我觉得这个扇尾真的很好 人也好 地方也好 都好 吃饭感到自己不合口的时候呢 我就少吃 或者不吃 我做减肥想 我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 我就当成自己的修行 磨练自己 磨练自己的习气想 种种环境都可以转自己的心呢 对吧 就像今天这个 我们开车进来 然后我就看前面 四台车并列停在观音店旁边 我就问同车的同学 我说难道这个 我们停车 有固定位置了吗 我没有接到通知 然后那个 大家没有回答我 我说不过旁边好像有位置 我可以停着 我们有个同学说 老师那肯定特意给你留的 我说你想得真好 他说咱们要学会 凡是往好里想 生活就会快乐无比 这是二十多岁的一个年轻女孩子 确实应该如此 那我们的心呢 就时时见佛 一定的往生的时候 也是花开见佛的 那他先生呢 就对他这样的鼓励 所以他就高声畅念佛号 夜以继日不停 达半个月之旧 十五天呢 那中间呢 他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啊 都很想来探望他 都被他坚定的给谢绝了 决定不要来 乱了我的心意 我们会不会呢 我们平时都被乱 往生的时候一定还会乱 你这境界没过呀 你的考试没通过呀 成城考试 都是为了去西方的 我一三年的时候 遭遇那么多大考 刘思雲老师在香港 见到我的时候 恭喜我 他说我看你现在的考题 已经开始进入博士考题了 因为当时他问我 他就笑笑地瞅着我 他说静语怎么样啊 我说天哪 刘老师一言难尽 他说好啊 他考试我看 你的考题已经变成 博士生考题了 我说谢谢你老人家 你老人家多加持 无论大考小考 都是帮助自己成佛的 关键是自己 能不能欢喜接受 不是把考卷愣到一边 我不打了 弃考 别来考我 烦着呢 这个地方不行 我换个地方 丑罪不顺眼 我得躲一个 自己不知道 该留还是该去的时候 听不懂善知识的话 念佛去 拜佛去 古代在《孝经》里头怎么讲 读没读过 孔子怎么教导他孩子 教导他学生 什么叫孝 爸爸打你 拿着棍子打你 怎么办 任打呀 跑啊 打死了 爸爸要蹲监狱的 不能让他打死 老师让你不跟在这学了 哎 老师我尊重你的教会 我明天就走 拜拜 有这么做的吗 这完全就是愚痴 自己看不懂这些考试 我三年前 定合师傅 对我发微信 不要做了 我在这台湾 闭关 持戒 学戒念佛 你看看 你看 你看哪个大德 你去护持吗 我说 那我不能走啊 连我也不能走 我还没做完呢 我到网生 见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就走了 现在我不能走 我发了愿 我就坚定地在这做 那这是我自己的心 要坚定 当时我回了一段 很长的长信 给师傅 师傅收到之后 回复我就是 善哉善哉考试通过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你怎么考我是你的事情 我怎么答 我要凭智慧 我不能说随顺 这个 因为佛说法都有真谛和俗谛 真谛是入一真法界的 俗谛是随顺世间说的 你想做人 我就跟你说小乘法 怎么做人 你想升天 我跟你讲怎么升天 你想做菩萨 我跟你讲怎么去做菩萨 最后 只有一乘法 无二义无三 都要做佛的 世间孝道都不懂 当然你跟老师学也不懂了 就跟那天 我找我的助理 因为我一直在一楼在那干活 干了一上午 那要吃饭了 人家叫我去吃 我说我的助理可能还没吃呢 他一般都习惯等我 我说我得拉着他一起吃 因为我们日中时间很紧 那他找我 我找他 我俩就没碰上 那我就着急 我就回疗房 回我们的办公室 我赶紧要写几个文件 给师傅的 他就也回到疗房了 他就在那跪着 他说老师 我说我不吃了 我要赶紧整理文件 老师你吃吧 求求你了 我错了 后来我就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说你快点啊 这日中时间还差几分钟到了 你要让我吃 赶紧拿饭去啊 你载着一个劲的 跟我载着讲 让我吃 那日中时间到了 那我就没时间吃了 我说我说不吃 那你就别理我 你赶紧去拿饭 拿回来我就吃了嘛 我不会说我不吃的 我干了一上午的活 我说我已经累了 已经没有劲了 饿了 一直在底下搬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吧 大家一定要 学会和智慧地去面对生活 智慧从哪里来呢 从经典中东来 从学习中来 不学无术的话 你的下场就是愚痴啊 自己 你开经才能名义吗 书中自有黄金乌 书中自有言如玉 经典 儒家的也不读 佛经也不读 每天就转在自己的支箭里 怎么能够学明白呢 我说一万遍你也听不明白 我跟你说不明白 说实话是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看 他这个 真的他自己也很坚定 那感德外面的护持 也很坚定 所以他走的时候很殊胜 十一月八日 忽度莲花现前 化佛垂首 身心踊跃 极索香水沐浴 膝向插手 连称佛号 佛名 又泪而逝 十方五 吉木 门起顶 热可着手 年三十九 三十九岁就做佛去了 我们都四十五了 还在这儿 待着呢 真是没有办法比 十一月初八那一天 他忽然呢 就看到莲花 现在眼前了 不是做梦 是亲眼见到了莲花 亲眼见到化身的阿弥陀佛 垂首来接引 佛你看他接引的时候 都是伸着手 垂首来接 他垂首的时候 那个手有打不同的手印 不同的手印 代表你是上品 中品 还是下品 那他身心欢喜不已啊 赶紧找来香水 沐浴 香水就前两天 我们在解下的时候 我们师父都有 那个我们法务组的都知道 用那个好像檀香木啊 做这个用清水做的香水 他们所有的师父都用 拿那个香水洗手之后 他们来记仇 去统计人数 然后自己向西方合掌 称念佛名 最后向右侧 侧卧而逝 往生的时候 正好是中午 到了半晚的时候 摸他的头顶 热得很烫手 那么神识 从顶门出呢 就是按照 应主大师的开始 就是做佛去了 那一年呢 39岁 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走的时候的近况 就知道 他一定至少是中品以上的 因为一般下品是做梦 梦中见佛的 当然他也很清楚 那么中品和上品呢 都是亲眼见莲华见佛 这样的走 所以我们要争取啊 自己亲眼见到 高高兴兴啊 正念分明 心无贪恋 自己能够 舍弃 娑婆世界的一切 高高兴兴 欢欢喜喜的 跟着阿弥陀佛回极乐老家 阿弥陀佛拿的莲花台 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和愿心成就的 我们想往生 我们愿意往生 我们有金刚一般的信心 想求往生 这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放下 没有不能舍的 没有不能放的 舍到 无可舍 放到 无可放 即清净处 阿弥陀佛的莲花就成就了 老人家一定拿莲花来接我们 所以自己平时在修行的时候 要减点自己的心 还有哪些不能舍的 还有哪些不能放的 你来问我 你放不下家里 我都随顺你 那就回家 放不下孩子 我也随顺你 照顾孩子 孩子很重要 你要问我 我就跟弟兄叔叔是一样的 他出家的时候就是 妈妈交给阿弥陀佛照顾 爷爷奶奶 也交给阿弥陀佛照顾 很殊胜啊 爷爷奶奶都被阿弥陀佛 直接照顾到极乐世界去了 母亲现在每天也是 日念佛号几万 阿弥陀佛照顾得很好啊 我也一样 孩子阿弥陀佛照顾 父母一样阿弥陀佛照顾 我自己要把自己全部身心 投到持戒念佛 投到洪福正法里面 如果我的心 还有没有投到的 阿弥陀佛那边 他就照顾得不周全 我全身心地投入了 那边他就得全身心地照顾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这边念着一半佛 这一半我在吃喝玩乐 说点人我是非 那边佛菩萨 他怎么能全心去照顾呢 那个是不相应的 所以大家在这块修 家里的境界还没转 一定是我们修的不如法 我们晚上回疗房的时候 还在谈笑 还在细语 还在闲聊 还没有认真地整理好 疗房的尾声 还没有安静地在法中去入眠 我不能说一说二再说三 说多了都快成老太婆了 你们都烦了 疗房我检查一次就可以了 还让我反复去检查吗 每一次去 从来都不干净 我也没那么多时间 每天下楼给你们收拾疗房 确实我的时间太紧了 我都一天 脚打后脑勺地在这工作 备课 读经 读戒本 念佛 诵经 然后听课 然后做各种文件 档案 流程 管理 每天掐着计数器 昨天掐到一点多 才掐到两万五 实实呢 累得不行了 早上起来五点多 赶紧坐那块念佛佛 然后要起来 要收拾房间 打扫尾声 做饭 这些 要收拾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什么是相应 那偶艺大师呢 我们净土中的第九代祖师 亲自为他做了一个传 这个传呢 是用送来传的 我们来读一下 偶主的这个传 这个传呢 非常好 出自于灵风中论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偶艺大师的 灵风中论 非常非常非常好 哀哀哨三界 爱欲为根 根株不拔 希望 牺牲 莲花国土 永离陈情 此缘能断 彼至思成 勇以制服 女中之音 一日一夜 敬念 公音 花台皆隐 眼时分明 子母恩爱 枯木寒冰 吉祥善事 长此苦伦 我今随喜 怨共群伦 顿除爱往 正入悬门 这是偶艺大师 对他的赞叹 那么 这个赞叹呢 非常的殊胜 对于我们所有人 都适合 他翻译成白话文 怎么说呢 就是三界当中的 我们讲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我们这是属于欲界 三界当中的众生 真是太可悲了 他们被情爱和欲望 拴得死死的 没有一点自由 情爱和欲望的根 不能拔除 怎么能够有希望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极乐世界 号称莲花国土 那里的人们 都是永远的脱离了 陈情的困扰 修净土的人 只有断除 情爱和欲望 在极乐世界的清净之身 才能成就 真是勇猛啊 智福 智福就是这个 往生的 卢氏的名字 你是女子当中的英杰 能够夜以继日的 清净念佛 求阿弥陀佛 接你的愿望 是这样的 殷勤和恳切 你对世间的 子母恩爱 做到了像枯木 寒冰那样的超脱 所以亲眼看到了 自己念佛成就的 莲花台 和接引的 极乐世界的大导师 那样的分明和清楚 你吉祥而卧 辞别世间 永远告别了 六道轮回的 痛苦的噩梦 我今天在此 写这个传和颂 表示随喜 愿意与一切 有志向的人们一起 都顿然跳出 情爱的罗网 获得诸佛菩萨 那样的自由和自在 大家想不想呢 想的话 我们就永绝 六道轮回 不想的话 就无有出奇 地狱的苦 是我们想不到的 阿罗汉想起地狱里的苦 会冒出血泪 害怕到这种程度 我们是天天造地狱业 没有感觉 你到了地狱才知道 苦不堪言 苦到你所有的记忆力 都没有了 你不会记得念佛的 我们在这里 光给你撞一下植物人 你都会忘了念佛 对吧 到极乐世界 比车撞 百千万字 还要痛苦 你怎么能够 译得起佛号呢 你就没有初期啊 大家如果 能明白这个道理啊 什么都会放下的 你就会听明白 我讲的每一句话 能听明白师父的 每一句话 对老师因为有情职 所以你听不懂我的话 有感情的执着 障碍你对法的文修 法的文思修 是在没有任何感情的障碍之下 你能够 亲近到法源的 这是我的理 体会了 包括我们对法师 如果有情职的话 你不会闻到法义 你会有那种感情的依恋呢 那些狭隘的 种种的心情都会障碍你 没有超脱这一切 特自在 一切都是为了法顾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顾 一切都是为了这一生成佛顾 你能够听到法位 能听到法喜 所以这一点呢 就大家很重要 一定要明白 那么我们在平时的修学当中啊 在《灵逢中论》里 其实他的偶一大世纪的 往生传呢 比这个红画社的 善女人传要全 我再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 制服他平日的修行 你看啊 他这个 如尽内政已住之 就是如是啊 尽自己做好太太的本分 全力帮助他先生来赔福 福倦 没有厌倦的 好会失 特别好不失 无私机 没有自己私人的积蓄 无私机 心言皆直 心是直的 言语也是直的 心言皆直 谨身皆用 自己非常的节俭 不喜遇珍视其福 不喜欢穿这些 很高贵的 很华丽的衣服 不会利 世人 就是不责骂 苛责自己的下人 如树 吃长素 吃诸日克 佛名二三万 适适 闲法 如娇蜡 自己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啊 非常的欢喜 每天不断 而对世间的这些 所谓的 世俗之情啊 未同绝辣 像嚼这个蜡烛一样 没有任何意思 不喜欢 世间的种种都不喜欢 所以 他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呢 唯念佛 只念佛名啊 不会用药的 如果我们 自己还想到 去 吃药啊 让身体好啊 这都是我们现在很多 义工做的 而且 他为了让自己做得安稳呢 他会反复地 问我 比如我第一遍回答 说你念佛就好了 拜善就好了 不行 一定要我回答 你可以吃药 吃药吧 好 老师 那我就吃药了 那我们知道 你自己要真的 去修行的话 这些都会拒服的 欧义大师 往生前也是有生病 那么他在往生的时候 拒绝服药 他自己说了个记子 红义大师啊 红义大师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阿弥陀佛 无上一王 舍此不求 是为痴狂 一句弥陀 阿且陀要 舍此不求 是为大错 又说 越病重时 痛苦越猛烈时 越要提起佛号 病重是素式的恶业 如果自己不能用佛号 转未来三途的恶去苦 怎么能够偿还素材 怎么能够往生 这是偶一大师 给我们的视线 他没有说 你看看哪种药 给我拿来吃一下 我要不再到医院 割一刀 把那个瘤取出来 没有 忍痛挨过 自己的素式的恶意 大家只有经历了 才知道 你不经历 你就不知道 怎么去转 这个素式的业力 佛菩萨都给我们做 这么好的榜样和视线 我们为什么不学呢 我自己在香港家中 前两天读偶一大师传记 自己哭了好几遍 特别感慨 就是我们众生真有福报 尤其是生在中国境内的 敢得祖师大德 古来大德 不断地视线 给我们做榜样 今天也有啊 我们九十岁的老人 每天讲法不断 九十岁高龄 大家能想象到吗 每天见课 每天背课 每天讲课 从无间断 我们年轻人 二三十岁的 好意思说 我今天做了功课 明天就没了 后天说一说 我再做 怎么好意思 怎么对得起 我们的师父上人呢 真对不起 我自己不敢懈怠 就是因为我觉得 有老人家在前面领着呢 我们怎么敢懈怠呢 怎么敢放逸呢 一丝一毫都不敢呢 自己要是一懈怠的时候 就觉得浑身 真的跟针扎一样难受 不敢懈怠 所以大家用这个心去修行 一定都能成就 那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这里 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我们来回向一下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菩苦 又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